婚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3884集 青丰镇 赵雅将果子推回去 陆姨 杨大叔那份我留着呢 她从星象峰那边摘了十二枚果子出来 分出八枚给了陆姨和周婆婆 还有四枚放在空间界中 本就是准备带给杨大叔的 你留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不一样 鱼鹿坚持道 赵雅想了想 这才将那两枚灵果接了过来 低笑道 陆姨 要不你随我们一起去摘杨大叔吧 鱼鹿伸手点了一下她的额头 小丫头说什么傻话 你们去找她还说得过去 我去找她算什么 那回头我们要是见到了杨大叔 陆姨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呀 赵雅问道 鱼鹿低头想了片刻摇了摇头 两个孩子终究还是出发了 直到走出很远很远 再回头望去的时候 依然能见到急阵口处 两道身影跳望着这边 小雅 娘叫你过去说什么呀 赵雅白问道 赵雅道 陆姨留了两枚果子 叫我转交给杨大叔 赵雅白失笑道 婆婆那边也留了两枚 叫我转交 唉 也不知道杨大叔现在怎么样了 赵雅眺望着远方 杨大叔走之前 倒是留下过一个地址 只不过那地方两个孩子 都没有听说过 这一趟历练 也不知能不能再见面 小雅 其实有一件事 我一直很好奇 赵雅白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满面疑惑的样子 什么事 赵雅扭头望他 赵雅白道 你说前辈他到底叫什么呀 我们在身上待了十三年 好像还不知道前辈的名讳呢 赵雅摇了摇头 嗯 我也不知道 师父他从来没说过 房主和长老们前来拜见的时候 也都是称呼他为太上长老 从来没人称呼过他的名字 赵雅白道 我倒是问过苗飞平 他也不太清楚 只不过他听管长老随口提过一句 前辈姓杨 啊 跟杨大叔一个性 赵雅有些意外 赵雅白黑黑一笑 不止一个性 你有没有观察过 只看背影的话 前辈跟杨大叔极为相似 赵雅撇撇嘴 不过师父 比杨大叔差远了 一个对他照顾有加 简直如青生孩子一般 一个人性扭曲 动不动就要惩罚小白哥哥 怎能相比 一路游历 一路远行 少年少女的眼界不断开阔 见识了不少风土人情 和奇闻异事 不过对于常年生活在身上的两人来说 不经人情世故 总有吃亏的时候 这一路行来 有过除强服辱 有过行侠仗义 也有险些阴沟里翻船的事情 这种发生 赵雅的容貌极美 这便给两人引来了一些无端祸事 曾在一间黑点被人下药 险险迷晕过去 最后还是赵雅察觉不对 果断出手 将那黑点中人赶尽杀绝 却也因此昏睡了三日时间 才苏醒过来 经历的多了 两人也逐渐成长起来 这才知道外面的人并不是都如杨大叔和身上的长辈们和蔼可亲 人性的贪婪 和尔虞火炸 最是防不胜防 清风镇历时大半年时间 两人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此地 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杨大叔当年离开七星级的时候 留下的地址便是清风镇 似乎他老人家便在清风镇中 镇子不算太大 不过多有五者出入 因为距离此地数百里之外 有一个领海殿 领海殿在整个虚空大陆 也算是一等宗门 殿主更有地尊两层性的强大修会 还有两位帝尊一层性的长老坐镇 两人入了清风镇 找了客栈落脚 赵也白兴冲冲地找掌柜地 打探了一下杨大叔的消息 却是毫无收获 虽然有些失望 但既已到了清风镇 早晚都是能找到杨大叔的 歇息一夜之后 两人便开始在镇子上转悠起来 逢人便问 酒楼茶寺这些鱼龙混杂之地 更是不容错过 然而忙碌了好几日 竟是半点消息也无 清风镇上的人 都说从未听说过 有杨开这么一号镇 赵也白想着 从糯米团子入手打探 毕竟杨大叔在七星级上 出探了好多年 跟着婆婆也学会了 糯米团子这份手艺 若是回了清风镇 极有可能重操旧业 养家活口 这一打探 还真让打探出一些东西来 客栈内 赵也白兴冲冲地返回 推开门口 小雅 我知道杨大叔在哪里了 找到了 赵雅也有些惊喜地问道 八九不离时了 赵也白笑道 有人更说 在清风镇外三十里的地方 有一户人家隔几日 就会来镇上 卖做好的糯米团子 听着描述样貌和年纪 都很符合 现在就去啊 赵雅望着他 赵也白重重点头 十三年了 可一刻也等不及 想要再见到杨大叔 两人当即结了房前 朝打探出来的方向持续 赵雅如今真远九层 赵也白在经历 大半年的历练之后 也终于突破开天井 晋升气洞井 三十里地 只不过一炷香便已赶到 那是一个村庄模样的地方 几十户人家衣衫傍水 村头处有一个很大的庄园 看样子是家境殷实的人家所有 此时正是饭点 家家户户都生起了催烟 赵也白一走进这村子 便秀了秀鼻子 激动道 是糯米团子的味道 定是杨大叔了 赵雅也点头不已 两人寻着气味 一路来到一户人家前 赵也白等不及地大喊道 杨大叔 杨大叔 厨房处 一个壮年汉子文声走了出来 诧异地盯着两人 你们找谁啊 赵也白上前恭恭敬敬地 行了一礼 这位大叔敢问杨开 可住在此地 那汉子文言摇了摇头 没听说过这个人 赵也白 汉子说着又转身进了厨房 再出来的时候 手上已经多了几个糯米团子 递给赵也白 赵也白本能地接过 不死心地问道 大叔 你真没听说过杨开这个人吗 汉子摇头道 这村子就没有姓杨的 你若不信的话 可以去村政那里问问 他家孩子在临海殿修行 见多时光 或许知道我们庄家人 不知道的事情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指了指 那前方 那庄园所在为止 赵也白回头看了一眼 汉手道 多谢大叔指点 也没白要人家的东西 赵也白和赵雅 临走之前 还是留了点钱财下来 两人静止来道 那与整个村庄的氛围 显得格格无入的庄园前 这庄园很大 普通的庄户人家 肯定是没有这份财力的 不过既然 是家中有人在临海殿中修行 那就不足为奇了 轻轻地敲了敲门 等了许久 才有人打开大门 一个穿着 园外服装的中年男子 探出头来 眨一眼 见到赵也白和赵雅 不禁眼前一亮 尤其是赵雅 让他不免多瞧了几眼 虽说赵雅如今 一直轻杀赵面 遮住了绝世容颜 免得无端招惹是非 但那气质 一看便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两位找谁 男子问道 虽然是没有修行过的普通人 但因为家中有人在临海殿修行 也算是接触过舞者的 事业并没有什么惬意 这位大叔 村里人说你见多识广 所以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男子微笑道 见多识广不敢当 不过比普通人知道的多一些 你想打听什么人啊 赵也白爆出杨开的名字 男子皱眉想了一阵 摇头等 没听过这个人 赵也白急道 不可能啊 男子失笑道 春美听说 青丰镇这方圆百里 十几个村子的人 与我都算熟悉 若是有的话 我一定记得 怎么会没有呢 赵也白脸色失落 杨大叔临走之前 留下的地址 明明就是青丰镇 两位是临海殿高徒 男子问道 赵也白摇了摇头 不是的 我们是从外面过来的 不是临海殿的人 男子皱了皱眉 他之前还以为这两人是临海殿的 不想是自己弄错了 赵也白不死心道 赵也白不死心道 这位大叔 你要不再好好想想 我杨大叔 说没有就是没有 谁知道 你什么杨大叔 狗大叔的 男子原本还有些和颜悦色 但在得知两人 不是临海殿的舞者之后 顿时不耐翻起来 这般说者 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差点没把赵也白的鼻子给砸扁了 赵也白眼中闪过一丝力色 不过 念及对方不过是个普通人 还是咬牙忍了下来 小白哥哥 我们走吧 杨大叔不在这儿 赵也白拉了拉赵也白 赵也白一脸的失魂落魄 巨大的希望化作失望 让他实在有些难以接受 重返青丰镇的路上 赵也见赵也白沉默寡言 不禁开口安慰道 杨大叔走之前 既然留下的地址是青丰镇 那么肯定是在这里的 我们多找找 绝对能找到 与之后事如何 婚营继续收听 《不练巅峰》 第3885集 第39集